今天場地稍微小一點點 不好意思 讓大家今天有一點點 空間上有一點點擁擠感 不好意思 那麼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將在三分鐘之後要真實開始 那麼在各位的新聞稿後面有一個QR Code 今天回去之後 您只要掃描它 包括您的新聞稿 今天拍攝的影片 照片 還有您的電子版的手冊 全部都會在空間上面可以抓得到 所以如果您想不小心不小心 一點關係都沒有 您就回去掃描QR Code 上面直接下下來即可了 謝謝大家 那我們的記者會議一會兒即將正式開始 好的大家已經聽到實音了 我的貴禮 好的大家已經聽到實音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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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場所有的貴賓 所有的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我聲音小聲一點 因為這個場地比較小 那麼歡迎各位來到我們 2019第五屆的鐵路便當節 那麼各位可以感覺到 今天我們的便當節的 這個首度的自辦活動裡面的記者 會非常不一樣 我們今天希望透過以開箱文 但是不是真的把箱子打開 還是真的跟在大家前面一起吃便當 一起談旅遊 來感受一下在今年第五屆的鐵路便當節 究竟有哪些新鮮事要一一發生 那麼話不多說 因為呢 我們所有的掌握QR貴賓呢 期待已久要跟各位見面 就讓我們來歡迎今天所有的與會貴賓 首先我要先歡迎到的是 我們的非常厲害的台灣史旅遊達人 又有所謂的自然系旅遊達人的 劉克翔老師 我們歡迎克翔老師 克翔老師今天穿得實在太特別了 克翔老師 來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在這個台灣 我們台灣所謂的國民女孩之身 又會吃又愛玩 我們歡迎台灣觀光國民女孩阿喜 當然在這裡就要歡迎到 我們最厲害的所謂的跨界達人 黃紫嬌以及我們今天真正幕後的大推手 我們的 台威北路管理局 焦之云局長 我們都歡迎 我們大家原來在這個局長的巧妙安排下都穿上了我們的這個非常帥氣的衣服 我要請四位 對有的穿上來的 因為那個那個焦哥的衣服上面全部都是火車嘛對不對 我們請四位貴賓先就坐 請就坐 那麼在接下來時間 那麼今天的小司儀要來先說明一下今天整件事情的流程 一會兒非常簡單 我會先介紹我們今天的重點 2019第五屆鐵路便當節的最大的金牌 是我們台鐵便當本部在今年的十二十一項的精彩的便當 一會兒大家要怎麼用便當會呢 欸局長我要跟您報告了 今天的這個便當會有一點殘念要跟大家說 因為大家太熱情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便當要用抽籤的 每一個便當本部都跟我說我要局長吃我的 我要焦哥吃我的 我要阿喜吃我的 不好意思今天又抽籤 抽籤最公平 所以開始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說 有可能在今天您吃不到便當 有可能吃不到便當 那麼我們首先來先介紹一下今天所有的特色便當 首先要為各位介紹到的是我們台北鐵路餐廳在今年推出的便當 各位可以看到的是我們的日式鮮烤鮭魚便當 我們是不是給媒體看一下給我們的掌飯看一下 另外一個非常精彩的便當的是我們的五股素鰻魚便當 五股素鰻魚便當 看起來非常好吃 好這是我們台北的兩款大家記得喔 台北有兩款雞彩的便當 接下來要跟各位接觸的是我們的台中餐廳的兩款 今天要跟各位推薦的是我們的普羅旺斯羅勒烤雞腿排便當 好吃的便當給大家聞香一下 好 這間這種開箱吻有沒有 就是慢慢的先開箱 再給大家慢慢的吻 焦哥通常您說越不緊張 大家就會越緊張 是一個煩釋標的概念 小心喔 好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台中開地的普羅沃斯羅勒烤金會牌 真的非常好吃 跟色香味聚圈 接下來好了嗎 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的彩虹莊園便當 其實各位剛剛媒體朋友都有稍微看到跟介紹了一下 我們現在請大家更近距離的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開箱文 好這樣就可以了 新下面可以了 對對對 可以給我們的展望 而且看一下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看起來就非常的健康 像彩虹一樣美麗 接下來要推薦給大家必吃的是 我們的高雄鐵路餐廳的兩款特色便當 要推薦給大家的是我們的香烤雞配台 我們的畫面上一樣也非常漂亮 果然就如照片一樣 見到照片見到本人一樣 接下來要介紹給大家的是 紅黎的無燒雕便當 台灣雕非常的有名 台灣的雕魚非常有名 所以請大家非要常常看一下我們高雄的紅黎圃燒雕便當 接下來來到了我們的花蓮了 我們花蓮餐物是要給大家介紹的兩款 第一個是我們的回來馬告的雞排便當 哇你看那個雞排的尺寸 我們台鐵最大方 這尺寸非常的滿足 接下來要給各位介紹 吃完雞排之後 如果你想要常常看蔬食 我們也推出了花東的特殊便當 所以如果您是講求健康 或者是像我們很多記者小姐 非常的這個身材苗條 一定要來試試看我們的花東的特殊便當 這真的很特殊喔 接下來我們的這個好久城歐明 我們的車勤部的七五菜物是推出的 第一個圓箱三拼便當 喔柯翔老師你看著在流口水嗎 柯翔老師 柯翔老師把口水擦起來 接下來要推給大家的是 緣菇素食便當 現在真的是一個講求素食跟健康的時尚風潮 那個嬌哥那個筷子已經拿起來 這樣是對的嗎 接下來還要再推薦給大家 首先先看一下我們緣菇素食 他已經很漂亮了 漂亮的便當自己會說話 漂亮的小姐不用太在意 來我們給大家看一下緣菇素食 真的非常的棒 喔我們的這個便當車上面太厲害了 最後一款我們的老師 劉柯翔老師最愛的 來了宜蘭櫻桃鴨風味便當 柯翔老師推薦再推薦 以上是我們這一次在台鐵便當本舖 在第五屆鐵路便當節的精采十一款便當 吃不到就只能說真的可惜了 接下來大家要吃什麼便當呢 這就由不得我來餵更多